工作人员同样戴着口罩迎接入场游客 不过园方严格限制游客的人数 除了必须戴口罩并且量体温 游行跟烟火秀也全部取消 招牌的黑色大耳 米老鼠开心地走在园区街道 带着大家走进神奇的迪士尼世界 游客穿着迪士尼T恤 兴奋地走进游乐园 园区人员挥手欢迎顾客 唯一共通点就是大家全都口罩戴紧警 新冠疫情肆虐权美 佛州成为重灾区之一 位于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关闭四个月后 11号重开园区 乐园重新开放 园区人员上警发条 由于佛州11号通报 新增1万多人确诊感染 加上近百人染疫丧命 因此防疫措施更是不敢大意 游客等候游乐设施 也必须保持两公尺社交距离 佛州迪士尼开放第一天 造访游客都事先购票 7月门票也都销售一空 而造访迪士尼当然少不了 为了避免病毒传播 迪士尼规定游客 禁止和各个经典角色拥抱 11号重新开放 只先开放四个主题乐园中的两个 艾普科特中心和迪士尼好莱坞梦工厂 预定15号开放 而巴黎迪士尼乐园 15号也将重新开放 同样采取分阶段措施 每天门票都有数量限制 就是希望乐园重启别成为新冠疫情防疫破口 记者叶利伟综合报导